服下药 虞书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他微微的喘气 睁眼转到了朱木昭身上 一呼一吸 奴隶的发出声音 朱清爵于心不忍打断他 先不要说话了 你好好休息 虞书哆嗦着嘴唇固执地说了下去 和香香 薛灵男和香王勾结 朱木昭轻轻地拨开了儿子 凑上前厅 静 静晨 静晨进京途中 遭人埋伏 是香王泄露了他的行踪 不杀 是 不杀静晨是因为薛灵男要引诱云华出现 不想静晨却被他救下 太史书院 太史书院的命案是薛灵男所为 香王是帮凶 他每说一句话 朱木昭的神色就凝重一分 这些事他以前虽然怀疑却不能确认 此刻从他的口中说出来就成了事实 我都知道了 你休息吧 他抬起手在空中一顿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只见他眯着眼睛 搭拉着眼皮 慢吞吞地又告诉了他一件事 云华 薛瑞 宁东城 云华和薛瑞去了宁东城 投奔东亲王江淮盈 听完这最后一句话 朱木昭再抬头看他时的眼神 立刻就不一样了 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再次闭上眼睛 沉沉地昏睡过去 朱清爵不明所以 蹲下来摸了摸他的脉搏 口中嘖嘖地撑起 哎呀 我以为他就算醒了 也要变成个疯子 真没想到 他居然没哭没有闹 爹 你放心吧 我看他是不会寻死了 朱木昭点了点头 起身往外走 你今晚就守在这里 看着他 不要再出现什么意外 若是他醒了 你就陪他多说说话 多安慰安慰他 千万别问他牢里的事 啊 爹 朱清爵抬起手 想说他两天没合眼了 他又没有生命危险 不用他陪着 可是朱木昭 风一样地走了 根本没有给他抗议的机会 他兴兴地放下手 回头盯着于叔 惨淡的睡脸 嘀嘀咕咕道 哼 要不是你长得和我爹 一点都不像 我真该怀疑 他是不是突然发现 你就是他失散多年的亲闺女 于叔在太西楼 整整躺了半个月 对外界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朱木昭让人到于府报了平安 却不允许他的家人进来探望 朱清爵每天都会来给他把脉 不过从他清醒过来后 换药的事就交给了侍女 他遵照父亲大人的吩咐 每回过来探病的时候 只要他醒着都会陪他说说话 姐姐们 朱清爵觉得他爹是多此一举 因为他根本就不用人陪着 不管他说什么 他都不搭话 起初他以为他是在牢里受了刺激 后来才发现 他根本就是懒得搭理他 好比现在 你今天怎么样 药都吃了吗 你手抬起来试试 骨头还疼吗 余叔坐在床上 穿着一身宽大的罩袍 一条手臂露在外边 刚刚换过药 他的两眼看着窗外的绿树 听到他的话 就意思意思的抬了一下手 也不说好了 也不喊痛 走呢 他一只腿从被子里伸出来给他瞧 脚踝上的夹板昨天才拿掉 朱清爵的师门逆方 断骨高十分见效 要知道他脚脖子整个的被人扭掉了 他都能给他接回来 这才过了半个月 骨头都长好了 那头疼吗 余叔晃了晃脑袋 无声地表示他不疼 朱清爵翻了个白眼 手伸过来 就要去接他额头上的白纱 这一动 他立刻就有了反应 拨开了他的爪子 不让他碰 自从他十天前照过一回镜子 就不肯让人再看他的额头 他试过在他睡着的时候偷袭 刚碰到他的脑袋一点点 他立马就惊醒了 他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有多恐怖 他清楚这是他的死血 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 我就看一眼 看来伤口愈合得怎么样 你怕什么呢 我又不嫌你丑 余叔回过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吐出两个字 不要 朱清爵磨了磨牙 忍不住毒舌道 哼 不就是毁了容 有什么不能看的 难道你要一辈子遮头遮脑 余叔没有恼羞 更没有成怒 他只是把头转了过去 不再搭理他 朱清爵被他气乐了 站起来走到窗边坐下 挡住了他的视线 谁知道他干脆闭上眼睛 装睡着了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只听见外边树上 一阵一阵的缠明 阳光刺目 朱清爵套着他透明发亮的侧脸 冷不丁地开口告诉他 昨天晚上 皇上在化真园驾崩了 噩耗连夜传回京城 今天一早 武门敲响了丧钟 皇宫外十里长街 都挂起了白帆 余叔愣愣地看向他 皇上 驾崩了 朱清爵点点头 趁着他愿意开口 就多说了几句 有些事儿 我爹不让人对你说 怕影响到你康复 但我觉得你应该知情 我说了 你不要太惊讶哦 他轻轻地汗手 表示他再听 龙秦王要起兵谋反 有人在他身边 看见了失踪已久的薛瑞 当朝指证 薛向勾结反贼 暗中向宁东城输送前连 薛向被关押在了大理寺 由尹太傅亲自审理 谁知道又牵连出了太史书院去年两起命案 如今只能等着太子回京定夺 严毙 他悄悄地观察他的脸色 却见他表情冷漠 似乎不为所动 他想到他曾和薛瑞肝胆相照 兄妹相称 甚至这一次他受了这么大的磨难 也听说是为了薛瑞的包妹 哎 你没事吧 于叔垂下眼睛轻声道 我没事 顿了顿又说道 我能有什么事 知道害我的人没有好下场 我高兴还来不及 朱星爵一点也看不出他在高兴 屋子里的气氛怪怪的 他有些待不下去了 就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撤退了 屋子里少了一个过躁的声音 没有人再打扰余叔的思考 他静坐了半场掀开被子 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到了窗边坐下 转过头 看着铜镜中 他略显朦胧的脸庞 抬手摸着他额头上的纱巾 轻轻的拽了下来 只见他眉心中央 微微的凸起了一道半寸长的肉疤 深红的颜色 好像一只紧闭的眼眸 说不出的腰意 他看着这一道疤痕 就能清楚的回忆起 那两天两夜所经历的折磨 但奇怪的是 他一点都不觉得恐惧 反而感到了血脉喷张 身体里有某种渴望呼之欲出 他飞快的伸手盖住了镜子里的自己 慢慢的调整的呼吸 恢复了冷静 他分心的想到 赵庆皇帝驾崩了 大提点应该很快会用得着他了 朱姆昭从外边进来 看到的就是他坐在镜子面前发呆的样子 他停在门口 皱眉道 我们下床了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虞书不慌不忙的 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沙巾 又吸回了额头上 转身说道 我睡了十几天 已经睡够了 您准备几时让我回家 朱姆昭背着手进来 站到了窗边 瞭望整坐四天间 昨天夜晚 圣上 冰天了 我已经听说 太子明日回京 到时候 我要你出面指证薛灵男的罪状 你肯吗 他回头看着他 等着他做出正确的选择 是要站在四天间这边 还是对面 虞书轻轻地扇动着睫毛 讽刺地勾起嘴角 您要我指证他什么呢 是他加害锦臣 还是他滥杀无辜 再不然 就是他要刺探皇室秘兴 这些 我都可以作证 大体点并不是真的需要他做人证 他是要借此机会 让他和过去彻底的一刀两断 他把磨好的刀子递给他 让他吐薛家最后一刀 从此不再动摇 半个月前 他从噩梦中醒来 头脑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 笼罩在眼前重重迷雾拨开 他突然开了翘一半 把什么都看得明明白白 他知道大体点 想把他的位置传给他 不仅仅因为他是破命人 更重要的是他看出 他和云华的两个儿子都有祭拜 因缘难消 他认为他可以代替他寻回玄女六人书 更胜者 有朝一日 他会心甘情愿地孕育天命太古 登上权力之巅 你考虑好了吗 朱姆昭盯着他平静的双眼 却没有从中看到任何犹豫 这有什么考虑的 虞书扶着桌脚站起来 走到他的身边 同他一起透过窗帘 望着宛若九宫泥土的慈天间 倒是太子 您不怕他包庇薛家不肯治罪吗 朱姆昭满意的露出笑容道 哼哼 我和太子私下谈过了 四天间会保住他的皇位 溜倒薛灵男这位弃子 不足惜 虞书思索了片刻 便猜到了始末 您故意留在华真园 就是为了和太子谈条件吗 他怎么会答应 太子和薛家绑在了一条船上 要不是薛灵男和湘王使力 他根本做不了太子 你觉得我是怎么说服他的 虞书闭了闭眼睛道 太子疑心重 又是个薄情寡义之人 您只要告诉他 薛灵男和湘王暗中勾结 哪怕他将来做了皇帝 恐怕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除此之外 您一定还告诉了他 玄女六任书的秘密 朱姆昭向他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目光 说道 嗯 薛灵男和湘王齐错一招 他们都瞒着太子 玄女六任书的存在 而我告诉太子 此天间寻回了遗失的玄女六任书 还骗他说 祭祖那日 我带着下任大提点开谈做法 不算出他是真龙天子 所以就算没有学家 他一样可以坐稳皇位 他姓了 为何不姓呢 哪怕疑似谎言 只要互惠互利 就没有人会试图去拆穿他 连房 朱姆昭叫着他的一号 转过身背对着窗栏 语气悠长地说 我把路都给你铺好了 接下来是怎么走 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说吧 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脉步离开了 于书助力在窗前 目送他的身影走下了九曲桥 双眸幽光闪烁 无声低难道 但愿君心似我心 最好不相似 于书是坐着监狱 被人抬进大理寺的 其实他已经可以下地行走 大提点却要他装成重伤未愈的样子 故意作秀给人看 朱姻爵被词 把他从头到脚包扎了一遍 大热的天 让人看着他就胸闷气短 不过于书不必刻意假装虚弱 他的脸色本来就是白的 不是个正常人 任谁都能看着出来 他是遭了一场大难 薛家的案子不是公开审理 太子昨日护送皇帝的遗体归经 国丧在前 他波容前来听审 然而薛灵男是他的外祖父 为了避险 他退居一旁 并不干涉影天后和郭怀安审爱 其实于书就是来走个过场 大提点不知几时搜集到了证据 原来在太史书院打砸的一个老奴 是薛灵男20年前领兵时期的议员先锋 后来上报朝廷是战死了 却被他悄悄派到了太史书院做远线 先后杀害了战雪原和曹又龄两个无辜的女学生 薛灵男大概知道他大势已去 面对人证物证 孤傲地利于人前 表现得不屑一顾 老夫为何要杀害两个不相干的小姑娘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影天后坐在公案后边 手拿着一份供词 砖头看向墨座的于书道 此天间女御官于书 你供词上说 五月十一日当晚 你被抓捕到刑部大牢 薛灵男私设刑防 对你严刑拷打 是吗 正是 于书让人扶着他站起来 手指着薛灵男道 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他指使人杀害了太史书院的学生 薛灵男身为相国 因为不满四天间全是大国六部 一心想要挑起义学世家与四天间的争端 就从太史书院下手 遇害的曹又龄是京城十二府曹世家的亲戚 战雪园则是出自江西义学望族战士 薛灵男将他们的死因 嫁祸到四天间头上 这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选女六任书的存在不能公固于众 只能另找借口 正如薛灵男所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薛灵男转过身 眼神凛冽地盯着玉树 却是忍住了没有辩驳 他深知若是当众将选女六任书的秘密说出来 不但会让乡王无处遁形 还会连累一家老小死无全尸 据本官所知 你之所以被关进刑部大牢 是因为你毁坏人家的亲事 当机纵奴伤人 却有此事吗 郭怀安不能明目张胆地为薛灵男脱罪 只能扭转话题 逼于书露出马脚 薛家和周家 买通了我属下昆林举比曹任一家 盗用了原幼令官景臣的大印 造假官婚文书 实属私自通婚 我接到消息前去捉拿犯人 用何不对 虞书反问道 郭怀安先不着急着传唤其他证人 揪住他不放 你供词上说 薛相在牢中对你严刑拷打 难道不是你 因为你把新娘劫走藏了起来 你又执意不肯交代她的下落 所以才对你用刑的吗 虞书冷冷地一下道 哼哼 薛灵男拷问我 却不是为了打听他孙女的下落 而是他不知从何处得知我手头上 握有薛家勾结东青王的证据 所以才会对我动用私刑 逼我交出来 他两句话就把案情扯到了薛家谋反的罪名上 前言后语毫无破绽 薛灵男总算暗耐不住 沉申呵斥他 羞得寒血喷人 老夫与逆贼江家 绝无干系 殿下 他转头望着太子 神色哀痛道 我薛家有无异心 难道太子殿下还不清楚吗 不等太子回答 就听到余叔又有话说 事到如今 你不必博取太子的同情 世间世中 太子心中早有数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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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